总统蔡英文出榜拉丁美洲友邦 出席巴拉圭总统阿布多就职典礼 与阿根廷 巴西 玻利维亚等六国元首同台 典礼前 蔡总统与乌拉圭总统瓦兹盖斯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以及巴拉圭执政党大佬贾拉维纳等人轻松互动 巴拉圭总统阿布多致辞时介绍出席的各国元首 首先提到巴西总统 再来就是蔡总统 阿布多说新政府将开创新局 促使经济发展解决贫穷 当年晚间蔡总统出席乔宴 会见向力巴拉圭足球俱乐部的台湾足球员林玉伟 蔡总统强调 巴拉圭是世界足球强国 有很多值得台湾学习的地方 总统也期望乔包如同支持林玉伟一样 帮助台湾年轻人寻找机会 拉丁美洲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大陆 我们都深刻的了解这里的潜力 我们会继续强化和巴拉圭的方角关系 而且透过巴拉圭这个重要的门户 在巴拉圭做更新的布局 而代表总统蔡英文到旧金山与侨胞见面的 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受到热情欢迎 陈菊指出这次到美国 就是希望有机会能和海外相亲沟通 说明台湾推动改革的成果 聆听不同的声音 我想蔡英文总统就是我们一个 会典型但是能够带领台湾走向国际 非常可以说我们对她期待很高 台湾重要的领导者 亚洲第一位女性的总统 当下的希望大家 陈菊表示台积电和华邦电两大企业 都宣布根流台湾 显示保导未来经济大有可为 希望大家能继续力挺蔡总统 齐力守护台湾